好,我们再继续看 佛,他就在问 佛告彼秋 他说,于痴凡夫,无吻众生 一般都是翻作于痴无吻凡夫 这里就翻于痴凡夫,无吻众生 于无畏处而生恐畏 什么叫做无畏处而生恐畏 我们如果在《般若经》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 多数人不畏的是不畏无我 如果没有我,就会产生恐怖心 所以他说 不畏无我,无我所 恶惧非当生 不应该,不应当,有这样的不畏 攀岩世世住 那么这里讲到世世住 那么世世住不是说有四个世 而是世依四个而住 世依 世世住是世依 世依色受享行而住 世依 四个,色受享行而住 那我们前面讲到 就是说这个有取是 这里是把这个无畏分开了 世依色受享行而住 那么我们前面有说到 这个有取是 他就把这个是分 又分 这个其实就是类似像是里面的 所谓的戏意识 那么有取是 是依五运而职为我 射受享行事 有这样子不同的说法 就是这样的事 我们叫他细意识 或是潜意识 那么这个一 这个五运身心 包括这个是 分别 这个是 这个是 他 这里的事是与生俱来的 这个是透过分别 在心 我们可以讲 这个心 这里统称为心 心是所有的一切 是统称 心是统称 那么事是就分别来讲 意是做决定 那一种 那一种意志 那一种 那一种来说 就六根 他的意根 由意根生死 那么叫做意识 那么 就是这个意 他对内在 或是对外在的这一些 那么取这个分别 那么透过眼睛 我们叫做眼识 透过耳朵叫做耳识 透过感官 那么这个有取是 在设受想行事 这个五蕴里面 只为我 那么有时候 我们也把这个叫做 事 远 明色 或是叫做明色 远事 那么 五蕴 一事 而得 而得这个我的存在 像我们现在 是有这个五蕴声 那么 我们可以活动 可以跳 那么都是 事远明色 明色 远色的问题 就是 因为有这个事 这个五蕴 五蕴声 有活动 他能认知 这个感官有作用 那 也 就是 事必须要依这个身心 他要依这个身心 身心也必须要有这个事 那么这里的事事注释 简单讲就是 从 他把这个事分离出来 就 事 一色受 想行 但是 他也是不离开这个有取事 就是 他们一这个色受 想行 而住 那 这里的事 基本上 比如说 我们说 根层合合生事 就是透过六根 对境界 这个心 了别 这一些境界 那么 这个时候 我们叫做事 那这个事是 他 一夜 一夜来的时候 他就有的这个事 那 我们 这个我们叫做事事注 事一色受 想行 而住 就 依这个 而 而有 住就是 他就停留在那里 没有离开 到什么时候离开 到死的时候离开 不依了吗 坏掉了吗 好 所以他这里说 攀缘 事事注 那么何等为事 为 色 事注 就是 事一色注 这个 这个色事注不是说 色事 是 事一色 而注 那么 攀缘于色 因为他这个是翻译的问题 这个是 其实就是 原无名 有行 那么 色 就是 事一色而注 那么 攀缘这个色 那么 这个色 就是什么 爱乐 增长 广大 就是说 他如果不依这个身 这个身就没有 没有办法 新陈代谢 没有活动 因为 受暖事 事离开了 这个色 就没有办法 从小到大 甚至在母胎里面 渐渐长大 出生了之后 从小到大 就这样 他没有办法 那 增长广大 那 因为他不攀缘 爱乐 他就没有办法 增长广大 那么 生长 他没有办法 那么 受想行 也是这样 应该是 受于色 于受想行 事 助 受 事助 因为这个会让我们误会 这个你 我看他这边断句是不是 这里也是 于受想行 事助 因为我们习惯读 受受想行事 我们这样会让我们误会 这个是受想行事 其实不是 他这个是应该这样 就是受想行 跟行跟事中间那个断句 要去掉 就是受事想事行事 因为前面是受事 你知道吗 所以你 你那个 前面那个断句是错误的 那个顿点 那个行跟事中间的顿点 要去掉 他其实是这样 不然 因为他是事事助而已 他不是 五事助 他是 他是事五助 是五事助 他是事事助 就是 这个 这个详细讲 应该是这样 就是事事助 所以中间那个顿点 要去掉 事事助 是设事助 事一设而助 那么受事助 事一受而助 受事助 想事助 阿含经都是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中间就没有 就省略 就第一个设事助 你看 设事助 设攀远 什么叫设事助 攀远于设 爱乐于设 既然攀远于设 爱乐于设 设就怎么样 增长 广大 生长 就这样 那么接下来就是 受 攀远于受 攀远于想 攀远于行 所以行事助 所以中间两个 受 想 简略 那后面 行事助 攀远 爱乐 增长 广大 生长 所以简单讲 就是它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 中间那个顿点 要去掉 那么这里 攀远 爱乐 广大 生长 不管是受 受 想 行事 都是什么 攀远 那么爱乐 应该是这样 攀远 爱乐 因为 攀远 这写在一起 攀远 爱乐 广大 增进广大生长 就一起 爱乐 增进广大 生长 就这样 所以由 由于 摄 是 这个是 是 一 摄 而助 所以 这个是 一 受 想 行事 而助 叫做 是 是 住 那么 摄 是住 受 是 想 是 行事 住 但是这里 因为断句 在行 跟 是之间 那么加了 一个顿号 然后里面误会 受想 行事 不是 没有 这里没有 是 就是受想 不然就会变成 是 是 是 住 就变成 如果是五个 就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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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但是 是 是 就五个 就是 我们说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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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受想 行事 后来还有一个 是 是 是 住 但是 这个是没有的 这是没有的 所以说 于受受想 它这里是简略 这两个简略 那受是 讲多了 然后讲 最后一个 好 这个没有仔细看 有时候会 会忽然之间 就 被它的顿点 带错 他说 比丘 适于此处 此处是哪里 设 受 想 行 就是身体 跟我们的心理 就身心 在这个地方 若来 若去 若住 若起 那么若起 有时候 讲若生 若起 就在这里进行反应 那么若面 增进广大 生长 来去 住 起 面 起通常是生 生起 生面 那么 生住 意面 来去 生住 意面 意没有 就是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因为都在 这个 色受 想行 这一边 增进 广大 生长 那么 就是 我们不断 不断 医着 这个身心 不断对境界 起反应 那这个反应 又来增进 我们的身心 那么 若做 是说 就是说 如果有人 这么说 这个是否在 告诉我们 那么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无我 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如果有人这么说 更有义法事 就是 除了这个之外 更有义法 就是 还有其他的事 若来若去 若住若起若灭 若增进广大生长者 但有言说 文以不知 真意生意 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我 所谓的我 就是你这个事 攀缘这个色受想行而住 他说 这个事 我们讲 他说是心 那么 他说 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攀缘这个色受想行事之外的 除了攀缘色受想行的事之外 你认为为我 这个概念之外 另外有一个事 就是另外有一个心 另外有一个我 另外有一个心 是 独立存在的 就 不是 这个就是说 这个身 无印之外 有我的意思 类似像这样 他说 若有更有义法事 就是 这个事 我们说 这个事 就是 指 这个色受想行为我 就是第七事 如果 我也是说的 就是第七事 很指 这个第八阿拉也是为我 那么 他一直是 如果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那这个其实是什么 他说 更有义法事 他有所谓的 来去 做 祝 祈面 增进广大生长 但有言说 问以不知 佛法里面都有时候 讲说 你这个道理 不是道理 没有这种说法 那么 通常 都是这么说 但有言说 问以不知 真一生以非 尽借故 就是 你这个说 就是你也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以为是 因为你说的不是道理 但是你之所以能说 就是你说你自己 不知道的事 不确定的事 不确实的事 第一个 这件事是不确实的 那你自己本身 因为你也没有见过 你也不知道 你是听说的 或是你是怎么样的 以为的 所以 这个是不确实 但你自己也不确定的 所以 你不确实 不确定 就是但有言说 没有事实 这是第一个 那么因为你不确定 所以问你 你也没办法解答 你说 我们都是上帝造的 其实你确定吗 你不确定 确实吗 不确实 好 那我说 那你是上帝造的 上帝为什么把你造成这样 把我造成这样 那要问上帝才知道 你也不知道 那么我越问下去 你就疑问越多了 你就越没办法 你就越没办法 那你说 这个是上帝要考验我 那我生病是上帝要考验我 那我生病好了 就是上帝 你通过考验 他让你病好了 那我如果病没有好 那是上帝要让你早点休息 那是随你讲的 对不对 那这种就是 你常常 第一个 你说的是不确实的 所以叫做但有言说 第二个 你并不确定 因为你所见非死 或者你的观念上并不 所以问你 你也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只是知道是这样 我们叫做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你这个然也不是这样 你说认为是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 所以问你不知 那你再多问 就是 而且你这样讲出来 是让人家更疑惑而已 那是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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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题问出来 他没办法回答 我就举一个例子 以前我很小的时候 不知道几岁 我记得我是读国小 国小和国中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在那个年纪 那个年纪有很多 就是大学生在 那个时候的基督教比较高级 佛教是迷信的 就是一般民间性 那个时候佛教也没像现在这样 就比较迷信的 所以有一批大学生在传播基督教 他们都是有时候走路 有时候骑脚踏车 应该是类似像辅仁大学这样的大学生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我家门前 那么有两个女生 大学生 那时候我还很小 应该是国小几年级 还是国中 我忘记了 然后他就来我们那边 发那个单子 信上帝德永生 这个这样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 然后叫我们要信上上帝 怎样怎样 那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有读过圣经 而且我有参加那种 以前有那种实照之生 你知道吗 然后你要去读他发的经书 然后考试 那考试过了 他就会发给你一个毕业证书 我也拿到很多张毕业证书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读基督教的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有很多疑问 我就问他说 我想信 就是说他说要信基督教 不可以拜偶像这些吗 那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的 那我就问他 那么他看我也是小孩子 但是就是说 应该是大概国中那个时候 然后有人要信 而且是乡下 他也很有兴趣 他都停下来 我说我有几个问题 如果你能帮我解决 我就信了 然后他就很有兴趣 那我就问他 因为我实在是也有疑问 要问他 我就说基督教 基督教他只有两个地方 就是天堂跟地狱 只有这两个地方 没有其他 他没有六道人为的观念 他也没有过去式的观念 他有未来式 未来式不是在天堂 就是地狱 他只有两式的观念 就是现在式跟未来式 他没有过去式的观念 他也没有六道 他只有两道 不是在天堂 就是在地狱 那天堂地狱 就是你信不信的问题 如果你信上帝 那么你有很大的机会会去天堂 那么如果你不信上帝 不管你再怎么善良 你都会下地狱 那以前是这样子的 那么一旦上天堂 就永远在天堂 一旦下地狱 就永远在地狱 也没有说从地狱再起来 没有这种概念 现在不晓得是怎么样 以前我读的是这样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 我有个疑问 我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他这种概念就是 你信上帝都得永生 永远 你不信上帝就永远在恋火之下 那么我觉得不公平 而且 叫我信上帝 那么我就必要相信 我的父母 我的爷爷 因为他们不会信的 他们不会信这个 叫他们不要拜祖先 你要跟他拼命 因为信上帝他们不拜这个的 但是如果我相信这种道理 那么我就必须要相信 我父母以后会到地狱去 而且我救不了他 因为他一定 因为他不信啊 他不信 他唯一的归处 就是在地狱里面而已 没有其他的方法 就算他抚养我 就算他很善良 甚至就算孔子孟子 这些都不信上帝 那么他也要到地狱去 不然他要去哪里 只有天堂跟地狱这两个 所以我就不能理解这种事 而且我不愿意相信这种事 我说我相信的 我就变成要相信 除非你能让他改变 好 那你有很大的力量 我那个时候跟他问 我说假设 假设你有来传福音 那么我的父母不信 我不信 那么我入地狱 那我应该嘛 我自己不信了嘛 对不对 可是在你还没来之前 没有人知道有这件事 没有人知道有上帝 没有人知道要信上帝 但因为这样 他们就要下地狱 那天理何在 对不对 那上帝也太残忍了 如果你有来跟我讲 要这样做 我不做 那我受苦 那是我白目嘛 对不对 你连讲都没有讲 你都没有跟我说 要信上帝 我从来不知道 有上帝的存在 我只知道有这些神 有这些王爷 有妈祖 我只知道观世音菩萨这些 我信他们了 我从来不认识你 我也不知道有你的存在 所以我怎么可能信你呢 但是你来了之前 他们就死了 那他们要去哪里 他们只有两条路啊 就是要不上天堂 要不下地狱 那通常会在坟墓 等待耶稣再来审判 那也有这种说法 好 那 他们没有机会遇到上帝 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但 这个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但是他们就要因为这样 下地狱 而且一下地狱就永远地狱 我就问他 你的父母信吗 通常那个时候的都不信 年轻人会信 老一辈都不信 我说你的父母信吗 他也不信 那你的父母爱你吗 爱你 那照这样 他们是不是也会下地狱 那你说 你叫我怎么相信这些事 他听了我讲之后 他听了我讲之后 他没办法回答我 因为他听说 你能够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信 我就跟着你信 真的 后来他没办法回答 他也很为难 后来他就走了 真的 这个也给我印象很深 我那个时候 我记得他现在国中 国中一年级 那么所以 问你不知真意生意 你越讲我越疑惑而已 对不对 真的是会这样 那么以非境界固 因为这个也不是你的境界 这个你没有确定 你没确实 你没确见 你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 你只是 不是凭借的信心 或是凭借的 我们说 大家都这样说 有权威的人这样说 那么从古以来都这样说 可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就信 要有道理 就算你跟我讲是佛说的 我也要问出个道理出来 佛说的一定有道理 佛不会说没有道理的话 所以你的话 要不是说你不知道 要不是就是你记错了 不然佛不可能讲这种话 就好像以前有一个人传给我 传给我一个line 他里面说到 说心灵大师说 这个属 我们有十二生肖 说属 比如说属马的人 要佩戴观音菩萨的 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结在一起 就是你是什么生肖 你的保护神 本尊就是什么菩萨 那你要配那个菩萨 你要挂那个 比如说你属马 那么你要佩戴观音菩萨 你属牛 你要佩戴大士之菩萨 那么他可以保护你 我说心灵大师再怎么没有读书 他一定有读书的嘛 他也不会讲这种话 这种一看就是很愚痴 很没有道理的话嘛 我说这个不可能是心灵大师说的 那么如果他这样讲 那表示他不能叫心灵大师 在佛教最基本的观念 那么哪有可能说 你十二生肖 配十二尊菩萨 那你 这个是你的本命神 保护神 所以 如果我是属马 要佩戴观音菩萨 我佩戴错了 佩戴大师就菩萨 那他不会保护我 有保护没保护 是一个概念 那么你佩戴错了 你没有功德 不会保护 那又是一个概念 这个其实都是错的 那那个怎么能叫菩萨呢 那观念本身就错误 所以你一定要去进行 奴隶思维 就是要去理解 佛法是能够让你理解的 你知道 就是你没有 佛法跟外道最大的差别就是 有头脑跟没头脑 有智慧跟没智慧 你会进行分辨 所以它就是智慧的圆满 闻思修正 正就是你确定了 确实了 那不会再改变了 一般我们把这个叫做忍 把这个叫做忍 那么你已经得到 正见真理 确见真理了 我们把它叫做无声乏忍 那么在得无声乏忍之前 你一定要有闻思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音响忍 柔顺忍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音响忍就是听声音 就是听油听文 还有文字 你能够理解 那柔顺忍是你透过这个理解 能够调伏 去除你的烦恼 特别是 斜见这一部分 你能够去除掉 那么 进而离界进去 那么明白四弟 对四弟没有怀疑 进而得到无声 进而能够确见无我这个真理 所以我们早上才在讲 所有的道理 一定要跟无我 缘起 信空 结合 如果没有 那不是觉悟的方法 那么 也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说 一般这个后面也会常见 就是跟外道说的 他说 但有言说 问你不知 你不确实 你说的 不是真实的 所以只是有这种言语 没有这种状况 只有这一种言说 就是 话你是这么说 但实际上没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道理 我们叫做无有是处 但有言说 问你不知 因为你没确实 你也 这个理不确实 你也没确见 所以 争其疑惑 争一生疑 你讲越多 疑惑就越多 就是好像讲谎话一样 越讲 越讲谎话就越多 越不能圆满 以非境界固 实际上不是 没有这种境界 也不是你的境界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的 所以者和 比丘 离色 见 那么 贪 已 于色 亦生 夫 已断 那么 这个 这个四句话 我们先 用 一个 论里面 也有这样说 但是 这个四句话 就是 但有言说 问你不知 正义生 以非境界 我们说这个 我们举法运族论的 做参考 法运族论是六生 运族论里面的 布派里面的 他说 但有言说 而无实事 他是这么说 但有言说 这个讲得明白一点点 而无实事 这里就是 他在 但有言说底下 多了一个 而无实事 那么 问以不知 就是说 若还 结问 便不能了 就问以不知 翻译 翻得简略一点 若还 结问 你在问他 结问 便不能了 这个就是 但有言说 而 问以不知 但有言说 就是这里的 但有言说 这个很常见 在这个杂案里面 很常见 问以不知 那么 他说 争议生理 争议生理是在这里 他说 比后审思 自身迷闷 比后 你问他 你 你 你问他 他自己没办法回答 他自己想 也想不来 想不到 想不开 比后 审思 之后 他自己想 他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自身迷闷 算是对这句话的解释 他这里就是 争议生理 因为你问他 他没办法 他也没办法解决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一回事 所以 越想就越疑惑 争议生理 或是 对于问的人来讲 他回答不出来 那你越回答 你不是事实 越回答越多疑惑 争议生理 那这个 讲的是 他自己的 争议生理 那 非比 以非禁戒固 就是 这个是叫做 以一切法 非比禁戒 因为一切法 不是他的禁戒 他不确知 这个就是 非比禁戒 以非禁戒固 算是对这句话的解释 详细的说 就是我们讲 但也文说 问你不知 争议生理 以非禁戒固 这个法院族人 他是讲详细的 是这样讲 后面就开始讲 他说 比丘 他说 在这个 在这个事事柱之外 另外有一个事 另外有一个事存在 他说 如果这样讲的人 那么基本上 第一个 这个不是事实 那么 他说 另外有一个事存在 他也不确定 也不确知 也不确见 真的有这个事 没有 就好像 我们是上帝创造的 信上帝得永生 这件事 包括 包括 你认为 你只要一心念佛 那么 信愿 就可以往生 这件事 真的 你要问的话 我告诉你 也会这样 那么 所以 他这里说 他说 离社界 贪 以 假设 对这个社界的贪 那么 离了 就是 没有了这个社界贪 那么就表示什么 于社界的 异生夫 断 对这个社界的 异生夫 心所产生的烦恼 因为 你有社贪 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离不开 这个社界 你有欲贪 你就离不开 这个欲界 那么这个社 这个社不一定是 指社界 它是指 这个物质 它是指这个物质 那么 他说 离社 界 贪 这个何会 让我们是社界 其实它不是社界 但是如果你是说 从欲界 社界 无社界 那么其实也是这样讲 不过 他这个社界指的是 社寿想 行事 社 受 想 但是如果我们讲三界 这里讲的是十八界 十八界 这时候小 行 是 那么这是类别 这一类的 那么如果你要讲 欲界 社界 那也可以 欲贪 社贪 无社贪 也可以 不过这里不是指这个 那么这里指 欲界 社界 无社界 是三大类 那么这里指的是 对五蕴 社 受 想 行 事 攀缘 攀缘这个社 叫做 攀缘社 这一类别的 叫做社界 那当然你 一般我们 五蕴 不用戒来称乎 戒用戒才称乎 就是十八戒 就是眼耳鼻舌 眼戒耳戒鼻戒 我们才说戒 眼耳鼻舌 生意 色生相畏处 法眼事 耳事 乃至义事 这十八种 我们叫做十八戒 那么如果只是眼耳鼻舌 生意 色生相畏处 我们叫做十二处 如果是社受想于事 我们叫做五蕴 但是他这里戒 我们说戒是类别的意思 就不同的类别 那么这个是攀缘 于这个物质 物质戒 我们一般也来讲 这个有情戒 无情戒 那么攀缘这个物质戒 那么于这个社 义生夫 就是你不攀缘 因为前面讲是什么 社四柱是什么 社攀缘爱乐 因为攀缘爱乐 就是什么 他烦恼 那么就在这个心 于色 这个心 我们这个叫做 由义生事 那么这个事 是由义所生的 所以这个社 于这个社心 生攀缘 攀缘跟爱乐 那么所以这个叫做 于色 义生夫 那么你不在这个社 攀缘爱乐 这个叫做 于离色戒 贪 你贪就是贪乐 爱乐 那么你没有爱乐 对于这个社 社受想形式的社 当然 如果我们从 欲戒色戒来讲 那么欲戒色戒 都在物质层次里面 只是欲戒 物质里面的重五欲 那么色戒在物质 它也有物质状态 但是它是 中精神面的比较多 那无色戒就没有 就比较没有物质层面 这一部分 他说 离色戒 贪于色 一生夫断 不只取这个色 意思就是 这个是 这个心事 不只取这个色 为我 那么所以 于色一生夫断 你不只取 意识所生的这个 结夫 有意识所生的这个烦恼 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是 就不攀缘 因为你不只取这个色为我 当你不只取这个色为我的时候 那么你 受这个色 你如果只取这个色为我 那么你就受色的束缚 那么这个叫做攀缘 那么你不只取的时候 那么这个攀缘就没有 就断了 事不复注 因为你不只取这个色为我 就好像说 你认为这个树叶是你的 那么你只取那个树叶很珍贵 有人来捡树叶 那么你就会怎么样 会起烦恼 类似像这样 当你不只取的时候 那么这个树叶 掉多少 谁捡去 后来怎么样 其实你不会在意 你就不会在那个树叶上 在那棵树上起烦恼 那么现在把那个 转成自己的身体 一样 其实这个色就是物质的 自己的身体 所以事不复注 无复增长 广大生长 受想行 借 所以这个倒行而已 没有事 因为事就是攀缘 色受想行 事就是攀缘 色受想行 所以一样 你不在色受想行上 离贪就是离这个攀缘 不攀缘你就不爱乐 就离贪 那不爱乐 你就不增长 广大生长 所以它那个 它那个有分别 因为你这一些就是 事去分别 由分别而来的这一些种种的 它是以这个为我 所以我们叫做分别我 今天就是这样 由你意识分别而来 只为我的这种种观念 就没有 就没有 那么 所以 它这里就是 于色受想行事的攀缘 不攀缘 不攀缘就不爱乐 不爱乐 这个事就不依这个而住 那么 所以 这个 攀缘亦断 亦生夫 亦生夫断 由亦是所生的 结夫 那么这样 就直取为我了 那么 这个观念就没有了 那么 所以 事无所知 无故增长 广大生长 事无所知故 不增长 不增长故 无所为作 那么 就 没有 这一些 以我见我爱为有的造作 就是业 我们叫做 不造作后有 无所为作故 无助 这个一般我们说 无相 助故知足 无所为 一般我们就说是空 不直取 一切 那么 然后 无助 不助一切相 不助 色 受 想 行 事 我相 人相 众生 受者 相 那么 所以 这个是无相 那么 无相 故知足 知足 其实就是无所愿求 那么 就没有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我是什么 这些 一般我们把这个 也叫做空 无相 无愿 但是 当然 还有很多种解释 那么 这个是其中的一种 那么 助故知足 知足就是无所愿求 有时候翻作喜足 知足故 就解脱 那么 有时候 就是这个叫做三解脱门 空无相 无愿解脱门 那么 解脱故 于诸世间 多无所取 就 不只取一切相 那么 所以 也从这边来看 无所取 也可以叫五相 无所取故 无所拙 无所拙 自绝涅槃 我身 尼尽翻 尼尼 所作 宇宙 自知 不受后 有 比丘 我说是 那么这个是后来解脱的去哪里呢 他说不住东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四为上下 上下 是上 那么跟 就是上方跟下方 四为是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除 除 欲 欲 贱 除 就是 除阙 为除 欲贱法 那么 一般来讲 就是 为贱法 欲入涅槃 一般是这么说 那他这里讲 除 欲贱法 涅槃 灭尽 极尽 清凉 那 其他的经 这个比较 会让人家误会 一般是 唯贱法 欲入涅槃 只贱有我 不 只贱有法 不贱有我 讲的是这个 唯贱法 欲入涅槃 但贱有法 不贱有我 这一部经 比较 复杂一点 那 有我是因为 是 攀缘 涉受 想行 是为我 是 攀缘 涉受 想行 涉 受 想 行 然后分别 而有我 是因为这样 那么 假设你 不攀缘 这个 不攀缘 不爱乐 那么 不增长 广大 那么 不攀缘 这个 不攀缘 这个 不攀缘 这个 是 不攀缘 这个 以这个为我 好 那么 都不攀缘 那入涅槃 那这个是 不攀缘 这个 那是去哪里 没有去哪里 的问题 那么 他以这个为我 是 他是不是有是的存在 那么 应该这么说 非有非无 就是说他不是完全都没有 完全都没有就变成断面 但是不是你认为的那样的 怎样的我 但 无我 无我 只是 缘其无我 那你如果 把他看作是完全都没有 那就变成这个 这个不是我 那也没有一个我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我是 很常独一自主的我 那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 阿罗汉入了涅槃 那就永远不存在 那个就是断面 事也不存在 色受想情是 一定 色 一定不存在 火化了吗 没有了吗 但 没有了 一色而有的受想情 也不存在 没有六根了吗 但是那个事呢 那个来 来攀缘这个 身心的这个事呢 他 他去了哪里 或是他存在吗 那么 那么 这个问题 一般叫做无忌 就是说 你当 有这种问题的时候 那么 你很容易陷入 肠跟断面 那么 一般 不说去哪里 也不是没有 也不是有 那到底是什么 这个就是 一般我们说 这个叫做为正来之 就是说他 因为说了 你不会理解 那你会怎么样 你会想很多错误的出来 所以 有的概念哦 假设有一个存在 那么又有过去 现在 未来 内外 这些东西 存在哪里的问题 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存在 如果 如果就都没有了 那正阿罗汉 跟死了什么都没有 那是一样的啊 但是是不一样的啊 就是你成佛 正阿罗汉 你解脱了 你解脱了 跟死了 那些完全没有 死了就一了百了 什么都没有 就永远是要在这个世界 那是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你如果没有 仔细分辨的话 你很容易就认为 那事不攀岩 那事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事 那就全部都没有 那不是这样 那个就变成断灭的一种 那既不是常见 也不是断见 那这一部分 必须透过 那么我们不断不断 不断不断的去 这个医者 无常无我去观 那渐渐渐渐我们就能够确见 所以他这里说的 这个由义士所生 他没有 他这里说除欲见法 那么涅槃即进 涅槃灭尽即进清凉 那么这些都是在形容涅槃的 涅槃灭尽即进清凉 都是在形容涅槃 都是在形容解脱的 那么除欲见法 这个除是为除 此事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事不在东南西北上下 但是 就是说 他不在任何一个地方 也不是什么状态 那么这个事 就是这个心 为见法 就是只见有我 我们说的 但见有法 不见有我 那么 而且 欲入涅槃 就是得解脱了 好 那么这个是第六十经 那么所谓的义生夫 那么如果是以南传的来说 他说除了这个色寿想行之外 要安立 你说要让这个事 安住在所谓过去 现在 未来 那么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事 基本上会依这个色寿想行而住 那么由这里 产生出不断的生长广大 而加强所谓我们的分别我见了 好 那么这是 在讲到 这个四四柱 好 那这个是无问自说的 因为佛陀无问自说 说了一个记 那么比丘不知道 那么问佛 那么 这个佛做一个解释 那么这个解释 从这个翻译来看 那一般的人 就不容易理解 他讲的这一些话 那特别在于 我们说在这个 色寿想行事柱这里 它是受是想是行事 那么在离色界贪 与色亦生不断 这个不是欲界色界 无色界的色界 不是欲贪色贪无色贪 而是色寿想行事 是事柱 这个是贪乐于色 贪乐于受想行事 当然如果我们要说 你在欲贪断 你就不来欲界 色贪断 你不来色界 无色贪断 你不来无色界 那么 也是这样的 但是这里不是在讲这个道理 好 那这个稍微我们注意一下 大概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后面的 后面的除欲见法 就是说 但见于法 不见有我 这一部分 那么事不是断面 不是断面 那么也不是 它 常 就是我的这种状态 再看 这个 第六十二经 六十二经 它说 我们心要 常常保持一种观察 就是观照 好 那么 这种观照 我们来看 它说 有一天 佛在奇远今色 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讲 常当休息 方便禅师 就是你常常要 专注 令心专注 禅师 禅是尽力的意思 心静下来 去思考 好好的思维 有时候我们就要叫做禅观 那么 有时候叫做思维修 那么 以这个为方便 就是你要这样修 以之为方便 以之为修行的方法 以禅师 那么 禅就是令心平静 那么 让心 进入一个 有顺于解脱的思维 无我的思维 无常的思维 那么 我们有时候就翻作思维修 有时候就翻作指观 内己其心 就让心 平静 那么 心平静 极静 就是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就是你不攀缘 心不攀缘六根六成 心不攀缘这个六成 进阶 所以你心要收射起来 这个 一般就叫做 督色六根 静念相继 这个静念是没有烦恼的心念 专注 没有烦恼的心念 念佛其实也是要 先让你达到内己其心 收射这个六根 那么内己其心 内己其心要做什么 要做如实观察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指跟观 那么如果你的心不专注 那么你心散乱了 攀缘 想这个想那个 那个太散乱 你不是掉举 就是昏尘 那么这个没办法 心没力量 心没力量 基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 就是你那个力量不足 就好像那个火力不够 那个米足不成饭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必须要让心有力量 心在什么时候有力量 专注的时候有力量 它有真上力 那么你有多专注 它就多有力量 但是太过于 定太深 它反而会障碍 智慧的生情 因为你太专注了 专注到你都不会 关 没有办法想 那个也不行 所以 比较容易起会的是在四禅 那特别是第四禅 第四禅以上 定越来越深 那个心的力量 越来越专注 它不容易起关照 一直到飞翔 飞翔 那个是不能起关照的 所以你必须要 从飞翔飞翔退下来 那么 如果最好 在第四禅做关最好 那么 出禅二禅三禅也可以 但出禅二禅三禅的心 还不够专注 它会被喜乐的心 所影响 那如果你没有入出禅 那个心就更不专注 它会被禁界 五欲的禁界 那么所影响 所以要先经过九注心 射受 就是你要去射念 那么慢慢到等词 然后再进一步 入出禅 那个叫做定 那么入出禅 心就有力量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力量 还不是很大的力量 在四禅 那个叫做舍 那么就是你 影响你的 内在外在 影响你的力量不大 在往上 那个定很深 那个关也不容易 那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内极其心 如实观察 所以定是为了要能够做关 有心有力量的做关 修定是这样的 如果你修定后来你没有做关 那个你也是顶多升到色无色界天 那个意义也不大 所以不管你观呼吸 那么观无常 你没有通到无我 你观呼吸只是方便 要让你的心 要让你的心 急进 内极其心 但内极其心 只是方法 只是方便 不是目的 内极其心 接下来要如实观察 如实观察 也只是方法 它是要怎么样 要正得无我 得解脱 这个才是目的 如果你的如实观察 没有办法 让你正得无我 所以你怎么观察 就很重要 那你在如实观察 心有力量的观察之前 你的心 有没有力量 这个就很重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指跟观 那怎么样观察 它就是后来讲到 这个色素想形式的问题 因为时间到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面就是告诉你 当你心专注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观察 观察 你要怎么样去想 才是顺于解脱的 才是从有落到无落 从有为到无为 那么基本上 你一定要知道 都是从有我到无我 修行不离开这个 好 那我们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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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 谢谢观看